我同意在社福利界取消整筆勃款的贈贴 也反对将这种做法扩展到资在幼稚园作为新的营运模式 整筆勃款制度所带来的人事竞争是不健康的 对于整体团队的合作是造成破坏的 社福利界已经经历了十几年 凭什么要将这个制度再带来幼稚园呢 委员会提出以整筆勃款的方式来资在员工申筹 但只是设立申筹的幅度 也就是一个范围 就是上下限 并且以申筹的中委数来计算资助额 这个与我们教协会一直争取的强制性的新级表相距甚远 而且以中委数来支付新金 最后所谓的中委数只会变成了教师的定身点 现在的委员会建议幼稚园教师的新筹范围 是在18000到32000之间 看上去都相当之吸引 但是在整筆勃款制度之下 18000可能只不过是所谓的最低工资 而转校又可能不计你的年资 原校做多少年 也都不能够加薪 于是18000的起跳 就跳来跳去都是18000都没顶 为什么 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给你的不是一个新级表 而是一个幅度 这个幅度很有弹性的 不过向下弹的机会就比较大的 向上弹的相信就十中无一 我们必须强调 我们必须要有清晰反映 职级连资和学历的新级表 也都要是有制约性的 我在这里声援我们社福利界 也都希望他们受那么耐忆苦 他们不需要再受下去 我们也一定不能让幼稚园重复这条苦路